依靠高拉特以及高林的美开二度,广州恒大客场5-0先搬了荷兰戒业,此一高拉特美开二度,还在这后阶段选择助攻而放弃帽子戏法的机会,表现非常抢眼。 最近四场比赛,高拉特已经打入了五球,在塔利斯奖以及保利尼奥到达恒大后,高拉特身上的压力,可以说既大了又小了,大了在与高拉特是要表现的时候更多了,毕竟两位超级外援的顺带在他之前,小的也就是他迎来了这家帮手。 作为恒大近几年来的大腿,高拉特显然很适应第三万元的位置,在塔利斯奖与保利尼奥都发挥的时候,高拉特选择成为了一名绿叶,在球队取得胜利的时候锦上添花。 而上轮两位超级外援低迷时,高拉特依然能够进球,确保了自己的稳定性,连续三场比赛打入一球后,高拉特本轮比赛终于没开二度了, 两立进球,高拉特都踢得非常顺利,可以看到,那个最好的高拉特依然在,从未离开,四场比赛打入五球,可以说高拉特依然是恒大头号射手。 而且最为关键的是,高拉特的大公无私,体现他有戴帽的机会主动放弃,比赛最后阶段,高拉特突入禁区已经形成了绝杀,此时的高拉特是选择了将球给到远端无人。 开手的高林,这样高林打入空门也没开二度,这样的高拉特,值得让人尊敬,为了球队,他愿意奉献自己。